好的今天真的是 今天真的是 你吃我吃了 台灣現在真的比 共產黨還要來的好嗎 民進黨不過是另外一個共產黨 如果大家去了解228事件 大家去查謝雪紅 大家去了解台中事件 等等你們把這些事件都了解之後 你們就會知道民進黨撕成誰 撕成共產黨 所以現在是共產黨反共產黨 一個比共產黨更嚴重的共產黨 Somebody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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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咦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比特王的頻道 我是歐大 今天呢 很特別 很高興 我們來到了豪哥的工作室 在我身旁的 就是我們這次天台武武將的 豪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先請豪哥先聊一下 就是最近在忙些什麼 最近喔 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427之後我們休息了一個月 結果從6月1號開始一直到6月30號 正好就一個禮拜一場 所以我相信在這之間 在這段期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樣 就是疲於奔命 但是很累 但是又累得很高興 累得很爽 辛苦豪哥 那最近呢 今天來到豪哥工作室呢 其實有幾個問題想要跟愛情 叫豪哥 那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 最近我們有看到很多的媒體 不管是對於市長的一些 不管他的 談論事證啊 或者他的一些言行啊 都會斷章取義 甚至於抹黑 那不知道豪哥 對於這些媒體 有什麼樣的想法和看法 事實上我覺得 政治就跟社會一樣嘛 我們常常也會在工作場合啊 朋友之間也會遇到這種類似的狀況 那市長說一句話很好 人真不怕影子歪 因為我想 大家都有經歷過類似相同的情形 只是說只是差在我們可能是在工作環境 而不是在這種政治圈裡面 那反觀而言的話 有的時候有一些人很容易被影響的話 那這些人事實上也不見得是我們需要的人 我們需要的是堅定有信心的人 而且懂得明辨是非 看得懂這些事情的人 那所以對於這些很容易被影響 被 因為可能某一個頻道 某一個媒體他抹黑 然後他就馬上變了方向 例如說最近常常 就一直騙在騙去的館長啊 對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像這種人他就是 他可能比較沒有中心思想 那我們中心思想在哪裡 事實上 就會很容易決定說 我們對這個支持者中心度要到哪裡 例如說像我以我自己來講 市長講到的 他會為了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而我對中華民國認同 非常的非常的高 那我不是黨員 但是我是 我覺得我自己是非常的愛國的 那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他講這樣的話的時候 事實上對我來講就很入信 所以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中心思想之下 他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仔細的去檢驗 因為人政不怕影子歪 到底就在這樣子 只要大家認真的去檢驗他所做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是不是真的很努力的 為這些人民在謀副 那是不是真的中心的 對於國家或對於黨 是不是真的完全的中心 所以我說 這些抹黑的方法 事實上只對於某一些特定的人 有用 但是對於這些忠誠的支持者來講 是沒有作用的 了解 那其實這些抹黑的言論呢 或者是斷章取義的一些看法呢 對於擁有中心思想的 可能一些鐵寒粉來講 可能比較不會受那麼多的影響 可是相對來講 有一些色式未設年輕人 或者是所謂的中間選民 那好哥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者是建議可以用一些行動來 反制他們 我們不要說抵制 我們說反制 我覺得也不要講說叫抵制或反制 事實上我們只是要真相 我覺得從包括這個 從宋楚瑜的選舉 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要的不是藍綠 而是要黑白 我們是要的是一個是非對錯 而不是說 一直在某一個 顏色的政黨底下 所以我們整個 他再怎麼做我們都挺他 不要這樣子了 因為民主社會 並不是說以黨的方向 來成為你自己的方向 這樣反的 因為民主來講是人民做主 如果人民的民意都被取代掉 都是黨決定的就對 那這樣子那些民意代表 乾脆叫黨一代表就好了 所以我們不要說去用反制 我們不要去操弄他們 我們要只是把過去的一些真相挖掘出來 例如說民進黨的人很多人他們當初都非常的信任 像黃信介啊 施敏德這些人 因為他們真的是民主先鋒 他們是台灣這塊土地的民主先鋒 但是現在民進黨跟他們那個時代民進黨 他們的中心思想改變了沒 他們對於國家的認同 他們對於他們這些為人民謀福利的這種想法 是不是都已經被扭曲掉了 是不是已經開始變成只是為自己謀福利 所以人家才會說這個新潮流 可能就像以前的國民黨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就是因為 他們已經習慣了那種操作模式 但是他們用民進黨操作民粹的那種方法 那所以 像在這樣的過程裡面我們只要把歷史翻出來 我們就可以去證明很多事情 我們不用去攻擊他們 我們只是讓大家看到歷史 而現在年輕人因為學的這個近代史來講的話 都不是學中國近代史 那所以他們學的台灣近代史來講 又是不是有被掩蓋扭曲掉一些事情 例如說228事件的真實發生原因是怎麼樣 那像他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崇拜 那他們有沒有去仔細的去想想 當初日本把我們當成殖民地的時候是怎麼樣 來虐待我們這些台灣的人民 甚至獵殺 獵殺喔真的像當 像是當成獵物一般的 獵殺我們的原住民 所以像這些歷史 歷史是不能因為某一個政黨上來之後 他就去改變了 所以像包括連中國共產黨 他們都不會去否認 國父創立中華民國 的這一段過程 因為他們知道這是歷史 歷史是不能去被改變掉 他們可能可以因為他們自己的方向 去調整什麼事講 什麼事不要講 但是他不能去扭曲 所以在這樣狀況之下 台灣現在真的比 共產黨還要來得好嗎 民進黨不過是另外一個共產黨 如果大家去了解228事件 大家去查謝學鴻 大家去了解台中事件 等等你們把這些事件都了解之後 你們就會知道 民進黨撕成誰 撕成共產黨 所以現在是共產黨反共產黨 一個比共產黨更嚴重的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你們去了解 不要覺得政治不干你們的事 也不要只是 就現在學校教你們的 這一些東西來做出判斷 你們應該再更深入的去了解 去了解歷史 去了解當初國民黨過來的時候 沒錯他們可能有做了一些事情 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清白的 但是他在中間的過程 可能因為他的時代背景 他必須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們真的去了解的時候 如果現在台灣的總統 是那個時候的總統 難道他做的不會比 當初的蔣中正更過分嗎 所以當你去真正去深入了解歷史之後 你就可以發現說 原來有一些事情 可能有人透過國家機器 去把這些東西掩蓋掉 不讓人民知道真相 但是這種做法 基本上就已經跳脫民主 他已經不在民主範圍之內 所以我希望年輕人認真去考察 認真去了解 認真去研究 剛好哥講到學生這一塊 那我們也知道 在前一陣子呢 因為韓市長有出席了 相當多那種學生 跟模範生的合照 以及合影的一些典禮 那有部分的學生 在那些場合上 公開的就是 用一些不管是言語上 或者是行動上 來嘲諷韓市長 那包括我們知道最 就是被放大最嚴重的就是 那個為什麼要說謊那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也被很多的 甚至於綠媒來加以的渲染 對對對 那不知道 好哥對現在的學生 做出這樣的舉動 你覺得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所謂的模範生 應該是要品學兼優 不是只有學好 品格也要好 但是自從四維八德 被從教育裡面拿掉的時候 我已經對品格這兩個字來講 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品格已經變成 家長自己在家裡教 而沒有辦法在學校教育裡面 甚至現在連社會教育都已經 喪失了品格 像剛才講到綠媒的這種 攻擊抹黑的方法 這些難道是禮義廉恥裡面的東西嗎 對不對 那支持金呼勇 這些民進黨的人 這些綠色的人 他們知道羞恥嗎 不是他們只會去掩蓋事實 所以像這樣子的社會教育狀況之下 加上現在學校教育去中國化 或是去掉四維八德這些 跟蔣中正任何有關係的 跟中國任何有關係的 他們都想拿掉的狀況之下 事實上學生做出這樣的行為 一點都不奇怪 我說不奇怪不是指他的合理性是對的 而是因為 在民進黨的操作之下 他們本來要的就是愚民政策 跟日本天皇時代一樣 他們要的不是 大家都 都 有很高的學識 有很高的智慧 他要的不是這個 他們是要 你很容易被操作 你很容易被操控 那所以在這樣的教育底下 他當然是讓人民越 不了解越好 越沒有思想越好 因為沒有思想 他才可以容易操作民粹 他講什麼就變什麼了 所以在這樣的教育體制底下 所產生的這一代年輕人 為什麼有人說放棄掉這一段的年輕人 因為放棄掉這一段年輕人 從下一代我們再重新再來教育 只是我覺得說我們也不要說叫放棄 而是我們讓他去知道 我們以前所經歷過的 甚至是在我這一代的上一代 現在七十歲八十歲那一代 他們所經歷過的事情 讓他們去知道說 真正的事實是什麼 那這樣子民進黨就很難去操作 為什麼要說謊 那我們反過來問 那蔡英文為什麼要說謊 那陳水扁又為什麼要說謊 那賴清德又為什麼要說謊 那蘇貞昌為什麼騙到連生命都騙了 所以我覺得說為什麼要說謊 我很喜歡這件衣服 我很喜歡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要再多印 但是可能版本會不太一樣 就是請把這些書送給民進黨的人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高官們 每一個都說謊 而且說得理直氣壯 甚至已經到不知羞恥的地步了 所以為什麼要說謊 我反問蘇貞昌 蔡英文 謝長廷 還有這個 陳水扁 對 換我來問問 為什麼要說謊 我相信 我們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很想去問你們說 為什麼要說謊 那前一陣子我們也知道 市長他有提出一個 他施政的半年的一些報告 那這些報告 他也透過很可愛的動畫 讓大家更清楚了解 市長這半年做了些什麼 那身為市民的豪哥 你可不可以再用你的 你所看到你所接觸到 還有你所真實的去接觸的一些 不管是道路啊 市井容貌啊 觀光客啊 的這一些 來幫大家說看 你覺得這半年市長做了些什麼 我覺得我還是習慣用比較子 在以往我們所看到就是 高雄的很多重大建設一直做 但是人進不來 那重大建設通常到最後 都是淪為花瓶 就是外面看起來很漂亮 但裡面沒有人 熙熙落落的 從包括這個 科學工藝博物館開始 科學工藝博物館這已經是 非常非常早了 那在民進黨執政這段期間 因為這個外來的觀光客變少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都已經有影響 一直到現在最近的流行音樂中心等等 我相信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所看到就是 他們一直在建設 我不要去講藍或綠 他們一直在建設建設建設 但是他們沒有把最基礎的經濟做好 因為只要把經濟做好了 事實上這些東西才會有作用 那這個是指觀光這一個區塊 但是如果我們再去以其他的建設 民生基礎建設來講 我覺得這個不是跟我們生活更貼近嗎 路燈啊 路瓶啊 排水溝啊 以前的 他們不喜歡做這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做這個是人家看不到 但是我會講坦白的 韓國語是想辦法做到讓人家看到 因為我們以前排水溝你不清 你清沒有人看到沒錯 但是你清了不會淹水 大家看得到 所以我們這一陣子常 大家朋友常在講的人武大社地區 甚至像我們剛才去的澄清路 我剛才去澄清路那邊 去跑銀行 那結果澄清路旁邊就有一個 義紅池嘛 那以前有一個義紅池 就義紅池還沒裝滿 路已經裝滿了 我覺得最大的義紅池 我們除了第一大義紅池叫澄清湖以外 還有第二大義紅池叫澄清湖以外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馬路都沒有積水 下那麼久的雨 那麼大的雨 刮風下雨的 馬路沒有積水 這是我們馬上感受得到 或許在做那些工程的時候 沒有人看得到 但是當人民的生活不受影響 這個是很 人民感受得到的 路坪也是一樣 像我剛才走澄清路的時候 澄清路還沒有鋪 一開就知道澄清路還沒鋪 為什麼 因為你開過去那種感覺 跟你在開 已經鋪過的路 就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 很基礎的人民的感受 但是以前的政客 他們只是喜歡端 你看得到的東西給你 但是這個看得到 不一定實用 公園蓋得很漂亮 難道我賺不到錢去睡公園 比較舒服嗎 所以我覺得我這句話 是在以前 韓市長還沒出來選舉之前 我就常常講的 公園都弄得很漂亮 但是你在公園的椅子 中間還想辦法做個雜欄 因為你怕流浪漢會在那邊睡覺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澄清路的部分 我自己住澄清路路 其實我很清楚 我住的那段已經 早在兩三個月前已經鋪完 可是過了九爐路之後呢 還沒有鋪 那騎起來感覺就是不一樣 對啊 而且下面因為 因為今天我就是在 澄清路那邊 去銀行辦一些事情 那結果 我們 就眼睜睜看著 外面下大雨 那個雨是 那個雨是應該沒有 比823小太多 瞬間的那種 即時的降雨量 事實上也是非常大 而且下了應該有 二三十分鐘之久 那結果我們 就一直在注意 注意什麼 路面怎麼還沒淹水 所以跟以前的心態不一樣 以前是淹水了 怎麼還沒淹水 等到雨稍微挺的時候 趕快出去看一下 排水溝 竟然還有一半的深度 水流很快 但是他有一半的深度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政府該對人民交代的行政效率 他去做他該做的事情 讓人民感受到他有在做事 而不是你只是很純粹的 一直去蓋很多 很漂亮 須有其表 經於其外敗序其中 整個高雄已經變成這樣 所以 像市長這一次清淤的這個動作 為什麼 市民的這種感受度非常高 因為 裡面挖到 摩托車啦 沙發啦 床墊啦 這麼多的髒東西 那些東西勢必阻礙水流 那就有點像說 我們有一些大樓裡面 劃分子在好幾個區域 那一個區域跟一個區域中間都有連通管 嗯 事實上那個就像海跟城市之間 水溝就是我們的連通管 嗯 那這些連通管塞住的時候 你水流 你後面海 絕對不會滿 結果你這個連通管沒有通的時候 你的水就全部都積在都市裡面 嗯 所以像陳青湖那種地方 事實上它地勢 地勢來講也不算是很低 嗯 但是為什麼變成這種狀況 而且 蓋了一個比路面還要高的義紅池 你還要透過這些機械設備 能力操作等等 你才能把水再抽進去義紅池裡面 我相信 這些做法都不是真的很恰當 而且不是真的去做到海綿城市 海綿城市的標準不是這樣子 嗯 如果我們去看看人家一些 國外所謂的海綿城市 路面要能吸水 地下要能蓄水 這些事實上 這些條件我們都沒有做到 我們水還是一樣全部排進排水溝裡面 嗯 浪費掉了 這些水 有可能可以用在 都市綠化的時候的用水 有可能可以集中起來作為消防用水 甚至沉澱池等等 我覺得還有很多很多東西都沒有做 但是以前的陳菊時代他們就是 反正他只要蓋幾個虛紅池 因為虛紅池大家看得到 但是排水溝不用清 全高雄都是他的義紅池 所以我覺得 這一些人民都有在感覺 嗯 現在大社人武地區不鹽水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還在講說 啊 這也沒生火啦 現在不會喝水而已 那以前淹水的時候你們怎麼都不會批評呢 那為什麼 現在不淹水你們反而覺得 這個沒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 這些心態要調整一下 人民要的 真的就是 實實在在做事 嗯 不是要搶工 不是要為了自己謀利益 像 這個以前的陳菊團 陳菊時代的這個施工團隊的 很多人都沒有被換掉啊 但是我們的李副市長 他要求的 變成是要聘職 所以他親自監工 他親自下去監督 市長重複驗收 這一些都是 我們不用把以前前草的工程單位換掉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經驗 嗯 但是 既然要繼續沿用他們 他們不能再做以前一樣的品質 要不然就跟以前一樣爛 對 所以 李四川副市長要求的是要品質要做好 市長要求的是品質要做好 所以我覺得說 像這樣子 現在我們慢慢的看到這些建設 就已經越來越多 或許都還很 很 基礎 不是像以前 啊 很光明 蓋了一個什麼什麼 然後花幾十億 不是這一些東西 而是從我們老百姓最能實際 實際感受到的 路有沒有平 水 排不排得出去 嗯 那這一些每天都在經歷的這些東西 一個 流行音樂中心 蓋好的 就算 衛武營好了 衛武營離我比較近 衛武營 我到現在還沒去過啊 但是路我每天在走 嗯 下大魚的時候 一年三個月 我這三個月就是要冒那個風險 會不會丟車 會不會大水丟車去 或者是積水會不會太大 會不會去潑到其他行人 造成人家危險 我覺得這一些 最基礎最細微的做得好 我相信做大的絕對沒問題 凡在小市上中心的人 才能在大市上中心 這是聖經裡面講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說市長 我們看到也是這樣子 他在小市上 去琢磨 嗯 這些小市如果呢 都能做得好 我相信大市一定做得好 而且小的 哪一間大市裡面 不是參雜的許多小市 是啊 但是以前的 以前時代的政府 他們要的只是 讓大家看得到 但是裡面呢 真的把小細節都做好了嗎 大家去以前所做的一些工程裡面看看 那個事實上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都知道 他們做這些工程的目的是為何 嗯 嘿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市長呢 在面對著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的部分 那 針對這一點 好哥參加 那麼多場的造勢 那您對這次的初選 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能不能小小預測一下 我覺得 我先不去講說 會不會過 因為會不會過這個 我覺得還是要大家繼續努力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以往的很多選舉裡面 只要說穩的到最後都穩死了 所以不能有任何一點點的鬆懈 尤其到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黨內外夾殺 那這些1450啊 或者是只是一般的泛率支持者 他們的各種攻擊的言論方式 嗯 還有這個不管是在網路上的 或是群體上面的這種影響力 他們一直在利用這些工具 那我們市長事實上這些工具 並不多 只有一樣 就叫韓家軍 但是我們的密集度 事實上算是很高的 我們要再更深入的去影響更多的人 那在從我們事實上 從市長選舉當選之後 我們原本也是希望 我自己個人也是原本希望說 市長把高雄做好 但是當我知道說 中央的這些種種的作為 阻礙等等之後 而覺得說 這樣子一直拐 一直跛腳 到最後也是做不了事 所以到最後 跟大部分的韓粉一樣 我們就開始發現說 情勢不對 如果我們繼續 留市長在高雄 那是困獸之鬥啊 撐不久 早晚會被中央鬥掉 所以我們才會到最後力挺市長出來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看到 國民黨啊其他的 一些所謂的靈魂人物 可能大概只剩下靈魂而已 這些人他們是不是 他們並沒有真正的黨國思想 他們care的只是自己的權利 或是自己能不能再重回大位 或是自己在黨內的身份 我覺得如果是像這些人 這樣子那麼沒有 沒有思想 是不是主席的部分 應該考慮 是不是把這些人撤除黨子 那又例如說 有人借了國民黨一些錢 但是他可能給了別人更多錢 或是他對別人是用給的 但是對國民黨卻是用借的 我覺得像這些過程 是不是更該去細部去了解 因為 如果我們是家人 我給你的 我錢當然是用給的給你 但是除非我只把你當外人 我錢才會用借的借給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面 就有很值得琢磨的地方 所以這一個人他到底 他是要來救國救黨 還是要來滅國滅黨 我們要仔細想清楚 甚至包括他這一陣子 又跟館長一起去爬山 對 那我覺得像這些 就又有給人家其他的一些想法 那為什麼這個館長之前 還能巧遇這個總統呢 在國安機制這種那麼大的機器操作之下 還能巧遇 我連市長都巧遇不到的 他還能去巧遇總統 那就他今天不小心竟然還能 遇到另外一個敵對政黨的 這個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像這一些 大家仔細去思考說 這樣子的初選 我們該朝哪一個方向前進 一個人拉五個人 五個人再去拉25個人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倍數效應 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 有很多的中間選民的朋友 他們可能因為八台電視台裡面 他們只有一台可以看 所以他們到最後也不看 所以他們現在完全吸收不到資訊 他們可能就只知道高雄市長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想出來選總統 那他們對韓國瑜為什麼得出來選總統 事實上韓國瑜不是想選總統 他是得選總統 他是被人民拱出來的 因為他如果不當總統 他沒有辦法 他有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好好做 那高雄市民就淪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我覺得高雄在整個台灣的經濟貢獻 那麼大的狀況之下 竟然被現在的政府這樣子來愚弄 我覺得這一點是讓市長為什麼想出來選的 而我們這一些韓家軍的朋友們 韓粉們 我們大家就要把這一些 我們所了解到的事情 廣傳出去 因為不要覺得說 我們看到每次趙市會場都很多人啊 所以這個都穩了啦 放心啦沒問題 因為對手會有多髒多臭 多噁心我們不知道 所以如果民調沒有做完之前 千萬都不要鬆懈 我們每一步戰戰兢兢 步步圍影的 一直到市長總統出選過了 國民黨黨內初選過了 一直到市長1月11 確定過了520 上了 我講坦白的 即便到了520 我都還不覺得就沒事了 因為就我們所知道的 這一些骯髒的政黨跟噁心的大人們 絕對不會那麼輕易的放過一個 那麼強的對手 如果對手不強 事實上他們也不用攻擊到那麼嚴重 而且 據我所聽到的消 謠言 我只能講謠言 講消息就有來源問題 為什麼 郭台銘 為什麼果凍他這麼的 兇有成竹 堅持就對了 對他不只是堅持 他已經兇有成竹 他已經說99.9% 我覺得 如果當一個候選人 可以去講出這種話的時候 事實上裡面是不是有很多魔鬼的細節 因為就如果有一個里長 我們不要講總統 如果有一個里長跟你講說 這道算我穩過的 百分之九到九點九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你難道不懷疑他為什麼 那麼有把握 尤其他的勢 並沒有真的做得那麼高 他支持者並沒有真的那麼多 但是他卻能講說 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會過了 所以 甚至他還敢踩到 這個我剛才講的館長 那一個地方去 去跟他接觸 他都不怕掉票 那為什麼 所以這一段我覺得大家要深思 千萬不要有一點點疏忽 也不要傷害到市長 對於市長的民調過程 或者是這個民調電話的 回答的方式等等 我們還是要多廣為宣傳 對年紀比較大的 我們可能要換一個方式去提醒他 甚至寫上小單子 教他們怎麼回答 我覺得很多細節我們必須去注重 我們必須像市長一樣 從最小的細節開始做起 因為這整個民調來講 大的他們在做 這些大人他們在做 他們的方法太多 那講難聽也都手段太多了 我們這一個又老又窮的市長 加上這個又老又窮的高雄市 真的要出頭不容易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整個細節裡面 我們全部都要注意 最重要就是 一個優一個 一個優五個 大家一起把這些人聚集起來 像這一次很多朋友要下來高雄玩 你們不一定只能邀韓粉下來 你們甚至可以邀一些 不是韓粉的一起下來 大家一起來感受 我們多久沒有看到國旗 或許還有很多人 期待這種感受 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去體驗 那或許我們可以多拉一些 不一定是韓粉的這些朋友 他可能是中間選民 他可能沒有任何的顏色 他沒有任何的偏向 你讓他帶他來看看 看高雄變了多少 那我相信這一些 是我們更需要去積極去拉攏的一塊 就是在中間選民的這塊 甚至潛力選民這一塊 因為我們這一陣子也看到 不少人都已經開始有偏向 民進黨的人也很多都已經開始有偏向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對於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要積極去拉攏的 那剛剛豪哥也提到他的 在閻韓正有提到他的擔心 那最後我們還是非常非常謝謝豪哥 接受我們這次掌問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話 對我們比特網的 這個頻道的所有的朋友在說說呢 我相信在這個 比特網的這個頻道的朋友們 大部分應該都是年輕族群 那我覺得說 你們這一代要覺醒 因為以前的教育 國民黨時代教育 教出的都是要教出精英 他們更懂 國際觀更有 對於社會價值觀 有更公平的方式來對待 那結果在民進黨政府 執政的這一段期間 從教改開始 整個包括這個學校教育的體制的改變 這些民意代表他們的社會教育的體現 甚至到整個經濟環境狀況變得不好 夫妻兩個人 父母兩個人都需要去上班工作的時候 家庭教育的私能 我覺得這些都是民進黨 他們刻意去設計的 而不是一個隨著時代而去產生出來的東西 而是因為被設計過 而影響你們這一代的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這一代的年輕朋友們 你們多去了解歷史 你們多去觀察歷史 你們不只要了解台灣的歷史 你們要了解中華民國歷史 你們要了解亞洲歷史 甚至你們要了解世界的歷史 那你們才能在這個歷史的整個大環境的狀況 幾千年的這些歷史裡面 去了解說 在各個朝代之中總是會出現 有一些人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功利 那有一些人他們為了國家在賣命 那我們現在正好有一個機會 我們看到這個歷史的轉變 所以我們在這個歷史上面 我們千萬別走錯方向 因為這個決定會影響到以後 我們這一代跟你們這一代 在歷史當中的評價 就像當初很多人都說 馬兜兵兵馬兜兵 結果當挖到海角起義的時候 他們還能講這一句話嗎 如果他們在講 是不是就變成漁民呢 所以很多歷史的東西 我們多去了解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現在這一些政客 他們在做什麼 也很相對的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政治家 他在做什麼 韓國瑜對我而言 我是設定他為一個政治家 因為一個政治家 他要苦民所苦 他要了解繼承所需求的 他要能去想辦法供給這一切需求 所以這樣子的政治家 事實上在歷史當中也出現非常多 甚至包括孔子 嚴格來講 孔子是一個哲學家 也是一個政治家 他透過他的學術 透過他的哲學影響的政治 影響了五千年 所以我覺得說像這一些 我們多去了解的時候 你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感受 那你們就可以在角度上 做一個比較公正客觀 那相對的你們對於 以後你們所要得到的福利 就是你們現在要對你們全力的付出 以後你們想領多少薪水 就是要看整個國家大方向是怎樣 以後你們的小孩子的教育環境會是怎麼樣 就看以後選出來這個總統是怎麼樣 當一個無能的政黨 他們去執政的時候 放心 他絕對不會把你的小孩教得太聰明 因為他本身就已經夠無能 他只能再教比他更無能的人 沒有一間大公司的老闆 很無能 下面的員工全部都很厲害 當然可能還是有一兩間例外 這個我就不要再說誰 免得產生人身攻擊 但是我希望說 大家多去提升自己的智慧 而不是只有提升自己的可能性 是在很純粹的專業能力上面 那不要只是單單看我們台灣這十年五年 我們再把歷史再拉長一點 我們看可能從民國成立開始 我們看到現在 甚至我們看整個亞洲 從清朝到現在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我們如果都去把這些了解完之後 我們才能針對中間每一個過程的人物 去定位他 到底是政客還是政治家 因為我們在中國這百年歷史當中 也出現過很多很多的政客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 有一個政治家要出頭了 這個政治家他現在 勞心勞力的在為我們爭取 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我希望說各位年輕朋友 大家多努力多加油 你們要去了解這些 你們才不會變成被操弄的工具 因為在民粹主義底下 他們需要的是漁民 而不是一個對政治有了解 而且對生活對各個方面都有智慧的人 所以民進黨一直在操作這個 希望說大家跳脫 不要只是很純粹的 看著風向怎麼走 然後大家就跟著怎麼走 那這樣子領頭羊如果跳下山來 大家也就跟著跳下山來 所以我希望說各位年輕朋友們 大家多動動腦 多思考 多觀察 多了解 再去查閱以前的歷史 現在維基百科很方便嘛 所以我們上面查一查 我們可以知道 很多歷史以前所發生的過程 因為歷史不是台灣寫的 歷史是全世界一起寫的 所以我們對歷史有了解的時候 我們就能真正的去看到 一個政治家跟政客之間的差別 嗯 好的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謝豪哥 那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訂閱比特王頻道 按讚分享訂閱 最後要開啟小鈴鐺 那最後謝謝我們豪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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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歐大 下次再見 掰掰 好的今天今天真的是 哈哈哈哈 你吃我吃了 噹噹噹噹噹噹 好 好的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來到豪哥這邊 也謝謝豪哥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如果大家 有對豪哥剛剛講的 有什麼樣的意見 或者是看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會把它整理起來 再給豪哥 然後希望能再來拍豪哥第二次 Part 2 OK 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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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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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